二二八連加過後 被榴彈四射重傷的臺谷 終於甩開烏雲戰火干擾 週二開盤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七點 一路開高走高 盤中更逼近一萬八千點大關 來到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四點 最終以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八點 作收 大漲兩百四十六點 成交量三千五百七十九億元 外資雖然在賣 可是呢 投信呢 還是持續地做一個 擁進的動作 那代表說政府的確 也有一個護盤的一個動作 台股帶著鋼盔往前衝 由中鋼 大成鋼等大軍領工 加上長榮 陽明 萬海 航運族群海空齊發 還有電子族群谷底反彈 晶圓雙雄台積電盤中 由黑翻紅以六百零四元 平盤作收 連電漲幅有百分之三 三月第一個交易日 各類股都群起強攻 股會雙漲新台幣對美元 中場則以二十八點零二元作收 只有升值零點一分 近期來講都很明顯 就是因為美元的走勢在反彈 那美元整體的走勢反彈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非美元貨幣的走勢上面 它整體的走勢就會相對弱勢 在台幣的走勢上面 在收盤價上面來講 已經重新回到二十八塊了 所以未來可能要再看到 二十七塊的機率會慢慢降低 成為資金避風港的美元 逐漸走強 外匯分析師認為 新台幣短情很難再回到 二十七字頭 而美國聯準會即將討論升息 還有五二局勢等都讓股會市充滿不確定性 投資人謹慎操作為上 近期新聞 講新聞 許家園 採訪報導 準備放資本來說 再吧 提見 看一下 那 找另外 實力 詫24